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來到了手道滑雪場滑雪 但今天非常特別齁 不是我一個人來滑雪 就是在前兩天呢有一個粉絲私訊我 說他一個人來這個雜謊手道滑雪呢 見不見意呢 那我跟他說一個人應該會摔到連他媽 爸媽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我建議你找教練齁 那剛好我今天要來滑雪啦 所以我就帶這個粉絲來這邊滑雪 那我們等一下就請這個從千葉來的粉絲齁 大家好 來請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這樣我累獎就可以了 累獎那你從哪裡過來的 千葉成田 千葉成田 從千葉過來的 那我今天就當他一日的滑雪教練 謝謝 那我們就大家來看一下 經過這個滑雪教練的一日的指導呢 滑雪可以到什麼程度 喜歡可以上山啦 上山喔 我不想要帶在摩坦區 上山是一定可以的齁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囉 那你如果你來第一次滑雪 通常會有什麼疑問呢 我想要知道我一整天下來 我連轉費都沒有的話 我現在都要騎在這條路面 這個 樣物表就在我們後面嘛 那通常第一次來滑雪 你就要借這個雪板跟這個雪鞋 那這個一組這邊就要 五千七百塊日幣 然後呢 雪衣跟雪褲呢 住一天呢 這邊呢 兩千七百塊日幣 然後手套 雪帽跟雪鏡啊 這邊呢 是兩千塊日幣 還沒有教練 那這邊的雪票呢 如果你是剛好滑一整天 稍含夜華 是五千五百塊日幣 這樣加起來是 一萬九千五 五百塊日幣啦 那今天我 都蠻慷慨 設備我全部借他了 所以全部錢 都是零塊 借的 那教練今天 也是 沒有跟他收費啦 完全就是 讓他在這個 雜謊有一個非常愉快的 滑雪 滑雪假期 那我們就去換裝備囉 那這雙是我老婆的 那 通常出學者都不知道 怎麼穿雪鞋 那滑雪教練就會 教練你不穿 那我都幫你放鬆了啦 好 那你先把腳踏進去 看Size 會不會OK 然後外層呢 這個是 波爐虛扭的 然後 這個是放 用緊 然後放鬆 拉開 拉開之後 大力踩下去就好 好 然後 鬆緊度呢 那就是看 三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波爪 兩顆 一級轉 不一定一級轉 你腳踏就好 通常出學者 我們來建議都是 以舒適度為主 就自己踹 可以了 就先以舒適為主啦 就先以舒適為主啦 這多可憐啊 我要把可怕幫起來嗎 要 需要幫 對 通常我們滑雪校就問客人 你今天要怎麼學 還是拍拍美照的也行 我們最喜歡拍美照的客人 OK 那他是屬於呢 今天令就是要 學好滑雪 所以今天一定要讓他上纜車 然後讓他一個人 滑下來 然後這個是固定器 這個英文就是叫 擦一筆 三半身打直 你可以手比著你要去你的方向 比如說我要去那邊 好我就這樣子用右後腳往後墊 我先坐來齁 好 往後墊,然後慢慢打直 好有可能的距離 太遠了吧 看我看我就好了 看我這個帥哥 我的視線開始摸 慢慢來 慢慢來,沒關係 用你的手速就可以了 你的大腿好痠喔 OKOK,很好 看我看我 對對對 看前面看前面,對 慢慢來慢慢來 OK 目前我差不多交了半小時 那我看這個靈體感 蠻不錯的 那你現在有沒有什麼問題或感想之類的 現在沒有 沒有,現在就是 剛剛如果大腿那麼爽 因為現在姿勢應該有 比較好 有正確的話就比較沒那麼累 那我們就繼續了 好 要趕 一天 一天之類 好 好,繼續 那接下來我們要教你怎麼煞車 好 上去那邊好了 然後雪板的所有動作都是從這個 跨這邊踩的 你不要去甩你的肩膀 這個坡道沒有很陡 所以你到時候煞車的時候其實 不太好煞 沒有什麼速度其實不好煞 好 那我們坐一下實範 上去囉 好 那我大車就在這邊 看前面看前面 好,我來你的放 重心放輕 OK 這樣很好 都這樣 基本上我看你已經要領會了 只是熟練一下就好 好 那看你要不要再多練幾次 好,多練幾次 好 那剛剛前一小時我們都是上單腳 讓這個學員熟悉一下怎麼煞車 那我們就會上了摩毯這邊 然後開始上雙腳 那會重複剛剛上課的內容 就是用雙腳來煞車 那我們剛剛叫煞車後 第一個呢 不要看雪板 看我就好了 我這麼帥 看我就好 然後呢你要煞車之後呢 我們先簡單點 皮膚往後座 讓你的後刃去卡雪 這個就會煞車 然後你想滑就會稍微重心往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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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前面 我叫你煞車再煞車好了 好 好 中心高一點 煞車好 滑 煞車 走 感受一下 就在煞車 手不要晃手不要晃 手不要晃 手不要晃 OK啊 你第一趟就會了 這個學校的名字叫做霸北 看到沒有 霸北霸北 霸北國 國小一國中啊 國小 國小 希望每個小孩都長霸北 然後這個北海道的體育課 就是來滑雪 阿 他們都是滑雙板為主 因為雙板的話教練可以帶比較多人 單板 我覺得一對六真的是很極限 通常 我覺得一對三比較適合 來啦 早上已經學會了 HEO賽落葉飄了 不要晃 不能誇 不能誇 阿我沒踏住我就下去了 OK 第一次下染車成功 OK很好 慢慢做慢慢做 落葉飄慢慢做就好 速度放慢速度放慢 很好很好 放輕鬆就好 越輕鬆滑的越好 速度快就煞車速度快就煞車 速度快就煞車 速度快就煞車 哇 你滑的超好的 天啊 非常棒 厲害厲害 上半身再打直一點 看三下 對OKOK 哇賽好帥喔 好帥喔 讚讚讚 超強 煞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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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好OK 那我們擊掌拍一下 好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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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們今天 學了一個早上而已喔 已經會了落葉飄了 對 覺得蠻不錯的 那你覺得今天學了半天 有什麼感想好了 感想嗎 對啊滑雪啊好不好玩啊 其實真的就是不要怕摔耶 喔對 只要你那個技巧抓到平衡感抓到 就不會摔啦 對對對 你有沒有什麼運動 是如果就算 來先來滑雪場之前 可以先練習 比較類似 那我們通常會建議你練一下核心 或是做一下深蹲 好 對那其他活動 但你平常有在運動的話 你的運動神經比較好 本來就學的比較快 那如果一般學落葉飄的話 如果可能平常也沒什麼在運動的話 大概要學多久 就是如果教練課程的話 通常以我的經驗 差不多 學一天的客人 有差不多10%的人做不到 一天的四到五小時的課程 基本上都可以落葉飄 那我們等一下下午 除了落葉飄之後 要學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學偷賽 我希望一天可以讓你學到S10 好 加油 好 哇 現在下午4點好美 然後遠方的山欄啊 也好漂亮喔 最後一趟啊 注意安全就好了 放輕鬆 哇 好美喔 落葉飄 okok 很好很好啊 OK 差點撞到還好你會煞車了 開心的表情 怎麼那麼緊繃 要回去了嗎?還是要再滑一趟? 再上去一趟吧 要滑去了嗎?再一趟 喔好啊 那我們已經幫這個 滑雪滑了一天喔 那我算是達成這個粉絲來雜謊學滑雪的一個心願喔 我也達成了 我離開魔坦的心願了 那我們今天有上纜車喔 而且 他最後一次有成功的從纜車下來而沒有跌倒 對 最後一次其實前面都是跌倒 但最後一次有成功沒關係 可以 雖然說不是天才 但還可以再多練一下 那滑雪一天下又怎麼了? 有什麼心得嗎? 對啊 其實真的很美 就是你就算再累 中間真的再累 你還是會想說 再看他們最後一眼 所以我覺得還是值得真的要來練一下 還好嗎?聽說大腿爆掉了 對 真的最後一趟 我從上夜滑下來 真的完全沒有跌倒 他是為了不想跌倒 然後因為站不起來 所以他就很滑的很緊張 都沒有跌倒了 耶 希望我下次能夠開心 更開心的滑 沒問題沒問題 第二次開始S10了 今天就來體驗一下就好了 謝謝 大成功 耶 開心嗎 開心 耶 今天這個滑雪日遊成功 成功 好我們等一下要下山吃美食了 拜拜 拜拜